AMWatt News 今天跟大家分析三稅分流方案 究竟值不值得支持 1月23日會擺上立法會表決 方案簡而言之 就是將三條隧道的價錢作出一些改動 紅稅和東稅分別會由20和25加到40 西稅由70減到50 說的是私家車的隧道費 如果今次政府顧問報告衍生的三稅分流方案 是否有效的話 就會出現一些我想到的問題 可能都會出現 第一就是這個西稅塞車情況 將會相當之嚴重 其實大家有早上出門口 看看Google Mac 都會發現 西稅早上去港島方向和黃昏回九龍方向 都會塞到紅了 未來其實這兩個時段和位置 會不會更加厲害呢 當然了 政府有一個解構的方法 他就說這個中環至彎仔繞道 就能夠舒緩到這個中環至彎仔的一個塞車情況 不過其實你看回我覺得有時候一些實際的 他們的做法最能反映到一些實際的狀況 巴士公司在他們用中環至彎仔繞道的巴士線改動上面 其實就不太積極的 到現在都好像只有十條以下會用這條隧道而已 那就是證明巴士公司都是謀定而後動 那為什麼這個政府就反而覺得 這個中環彎仔繞道有一個大幅舒緩 這個現有的中環至彎仔道路的狀況呢 而且如果用得西稅的私階車的話 我覺得這一部份的車主 他們都可能是其實就是去著 這個上環、中環、金鐘、彎仔一帶的 那究竟這一個的繞道 是否真的能夠令到他們得益呢 反正來說 政府也都沒有公佈過究竟這個繞道開了之後 究竟有多少車呢 其實是會用這個彎仔繞道 去這個北角照柴蛙一帶的 所以這裏在在的問題 都是令人會感到就是說 這個三稅分流方案 其實只會令到這個西稅更加濕的 另外一方面 其實你看回香港仔繞道 有些人曾經都盼望過 這個港鐵開到進去鴨利洲之後 就會沒那麼濕 不過在一段時間之後 人就有適應性的 現在的狀況和鐵路開通之前 就沒有什麼改變的 即是證明有些人雖然搭了這個鐵路也好 又有另外一班人去用這個隧道 所以這個情況就沒有因為 就算有實際的其他交通工具去推出之後 對於一些隧道的使用量 都未必一定有很大的分別 而且再說 如果大家有出行旅行的話 都會發覺這個香港機場 讓我們輪計機場 受算收貴 他們的機票 有時以配計都好 你會不會選擇去深圳機場 而不用香港機場呢 再再都說明了 今次這個三稅分流方案 其實仍然有很多未解的謎團 我不敢說它一定是不合作 不過它合作的話 只不過會淺沙一些另外的問題 反過來說 而現在未覺得解決到問題之前 我們反而就已經要承受紅稅和東稅大幅加價了 如果我是議員的話 我就會想 今年下半年開始 我都要籌備一些區議會 或者各類型的選舉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在現有都仍然未知識 究竟最後的結果是怎樣的話 就支持了這個方案 會不會到時就成為了戰靶呢 好 今天跟大家聊到這裡 好 今天來聊天 我就是這樣